如果精灵宝可梦可以相互融合 那会产生什么样奇怪的生物呢 比如把皮卡丘和妙娃种子的DNA结合 看看会发生什么呢 融合开始 讲道理 这个黄色的王八还是蛮帅气的 皮卡丘萌萌大的红脸蛋 配上蒜头王八的小大蒜 这个太猛了有没有 好啦上期融合出了几只强大的生物 还不知道实力如何呢 那现在我们身处华兰室 这里有水系宝可梦的大师小霞 我们去挑战一下他吧 刚进门就被这个泳装裸男拦了下来 二话不说就从裤塘里掏出了大蛇蟹 你怎么这么猥琐啊 这个应该是大前蟹和大蛇背的融合性吧 长得还算秀奇 可惜我们的王八丘 草蟹家闪电戏哦 四倍克之哦 来招十万福特 效果拔群直接秒杀 下一个对手是迷你群 他派出了 这什么鬼啊 地鼠的脑袋上长了个海星星 也太恶心了吧 去吧 举金龙 教教他谁才是水系的爹 使用破坏丝光 直接秒杀 好啦终于来到了小霞的面前 小霞派出了 胖鱼 嗯 讲道理这个可爱是可爱 看起来应该是胖丁和绞尖鱼的融合性 不过实力嘛 上把杀手皇后 使用败蛇尸撑 哈哈 被炸的连炸都没了 本来又拍出了海星海星 这个融合蛮好玩的 这个颜色搭配我喜欢 来吧 我们的大兄弟沙奈多 真的 我们的沙奈多等级怎么这么低 一招被秒 这能忍 杀手皇后 败蛇尸撑 哼 不开你 好了 我们这也算是靠实力击败小霞 才不是用等级压制呢 哼 所以说嘛 这几只包克们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你看 连道观馆主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好了 我们可以继续开始我们的科考实验 今天 我们尝试下本体融合 嗯 什么叫本体融合呢 就是相同的生物直接再次融合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首先上场呢 依旧是我们的老婆 沙奈多 两个老婆相互结合 会变成什么样呢 来吧 融合开始 我去 这也太帅了吧 感觉温柔的老婆 一下子变得非常凶残了呢 这个眼睛 直死磨眼吗 看你们今后 谁还敢喊我老婆 哼 好 下位上场的是一位老同学 怪力 作为老模选手 几乎每期都要被拿出来融合 来 看看他的本体融合 会发生什么呢 融合开始 这个 这个是 金色怪力 感觉融合后 肌肉的线条更加明显了 手臂也更加粗壮 不过这个脚 是不是有点小啊 会不会头重脚轻 好了好了 再试试别的 上期有同学说 想看看橘石兽和尼多王的融合 这两只八杆子打不着 融合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来 试试看吧 融合开始 这个 这个是 邪神克苏鲁 真的是 你看这个脑袋 大头克苏鲁的气势感 好萌啊 圆眼睛 圆圆的 来来来 再试下 橘石兽的进化型 多次橘石兽 它和尼多王的融合 又会变成什么呢 来吧 融合开始 还真有 样子和之前 感觉不太一样了 脑袋变成了多次橘石兽 邪神克苏鲁也可以进化的吗 来来来 再试一下 班爷班吉拉 它的本体融合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个 剪影 怎么感觉像哥斯拉 来吧 融合开始 看看 我去 这不是梅嘎班吉拉吗 直接梅嘎进化 厉害厉害 常驻梅嘎 这个游戏有意思 真的 它的融合 能产生无限的可能性 好了 这一期融合就到这里了 感觉这个游戏的套路 真的好深 我查了一下资料 这版的宝可梦图件 有几万个 特殊融合的类型 应该有一万多种 有兴趣同学 可以去下载下来玩一玩 有一些特殊融合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了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融合推荐 也可以继续私信 或者留言给我 后续看情况 应该还会继续给大家录制的 毕竟我们作为 宝可梦的融合大师 前路漫漫 还非常的长 至于下期什么时候更新 就看大家的点赞了 好了 那我们下期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만� alcoho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